26日下午5时40分左右 在三亚市区夏阳田十字路口 一名40多岁的俄罗斯女游客突然晕倒 并且头部被摔伤 直行民警和路过市民 纷纷第一时间拨打120并参加救助 因为抢救及时 目前俄罗斯女游客已经转危为安 看到俄罗斯女游客躺在地上痛苦抽搐 路过的三亚市民停下脚步 马上加入到热心救助的行动中 有着丰富急救经济的市民周文 当即从人群中挤上去 立即展开抢救 抢救过程中 有动俄语的市民充当翻译 有的市民从旁边商店买来新毛巾 为伤者捂住头部伤口 还有附近知青的民警 纷纷赶来帮助维持交通秩序 大家在现场有条不紊的分工合作 为抢救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我觉得每一个来到三亚的人 来到海南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伸出手去帮助一旁 经过三亚市中医院医护人员的检查和治疗后 目前俄罗斯女游客的病情已无大碍 并自行离开医院 而这次的爱心接力 也让三亚的市民游客 触摸到了这个城市的温度